接下来我要扩展我们组的第一点和第二点 还有第三点 还有他们的第一第二点 没人忘记什么感觉 精英编辑技术 它是具 精英编辑技术它是只有国家努力 可以帮助他们有更好的生活 那么它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技术 如果在其他部分有一定的风险的话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也一定会得到解决 它的价格在普及的普通的社会生活上 也不会那么的贵 然后人们会想办法的去诊救他们的生命 所以尽管精英编辑技术它有一定的风险 但是人们还是会乐意去尝试的 所以它也不能叫做只有富人才能够使用 它只是需要更多的钱来治愈这种疾病 但是这个过程很快 然后这也可以减轻他们的痛苦 回味道主题 功光博卫生应该擴展到精英编辑技术 我们应该设法 找到保持健康的方法 它应该是公开的 精英编辑技术可以帮助恢复视力 为了人们减轻痛苦 然后使他们变得更加的健康 精英编辑技术的所有东西都能够保证你的健康 那么这个就是一项非常好的技术 它也能够改善食物里面的营养成分 并且让人们的身体更加的健康 反方说这项技术只用到了动物或者是老鼠的身上去做实验 因为即便技术在刚开始的时候还是要确保 这是没有危险性的 那么为什么它要选择老鼠呢 就是因为它的身体结果是和人体差不多的 所以如果在老鼠的身上没有任何危险的话 那么在人体上应该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然后不是说更健康的食物就不是必需品 如果说我们真的能够根据这项技术 创造了更加健康的食物 那么我相信也是会有更多的人去选择更健康的食物 好 好 谢谢大家